在裡面不要亂談戀愛 練習都練那麼累 你還要再去分析一件事情 那根本不過來 即便你們這一屆 這麼多啦啦隊的妹妹 姐姐 讓他們去對手 莫強是個漂亮的姐姐 對手 要把他們幹掉 全明星黃鴻軒在前解釋慈母 啦啦隊姐姐全是對手 要把他們幹掉 24歲黃鴻軒 今年2月 在背包跟痘痘戀愛IMG 不過各位安心啦 小鮮肉沒被端走 他澄清自己是日久生情計劃 參賽還向痘痘情意囉 所以人家說在裡面 不要亂談戀愛 因為你們都交往了 沒有… 但不可能交往 我覺得交往 其實我沒有排斥 跟任何一型人能不能交往 我覺得這個人可以順其自然 但是我比較是那種 第一眼有就有 第一眼沒有 後來的朋友可能就比較有 我去一間東西寫 因為你其實有點那麼累 你還要再去分析一件事情 他根本逼不過來 所以我覺得 既然選人要加入這個結論 你知道這個結論是負責的 是因為你們真正 會不會發揮的 沒有 這結論 讓他們去對手 好 如果覺得他們是個漂亮的結論 好 你覺得 對手 讓他們幹掉 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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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報上來的資料是五十八米 對啊 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黃宏軒說到做到 選秀測驗在累球職員拿下第一 還是前節選中的男狀員 其實這個我是最意外的 因為我當時教出我的體測成績 其實是很普通的 那時候還被製作人說 跑路賣 就跟他當電體是不是 我們在進節目前收到很多私信啊 都有 我可以這樣花瓶啊 然後來這裡湊人數啊 然後 你不知道來幹嘛啊 然後 你為了曝光來趁熱度什麼 對 也是 勝負力很強 我一定要當第一名 但我不可以丟臉 我就看到有一個選手 我叫ZIM 哇 100公尺跑到11秒3 那時候我臉皮就很厚 那時候我臉皮就很厚 就叫 NBAI 請你叫我跑路 他就是叫我核心要收緊 手臂要擺快 頭要看前面 他100公尺讓我進步了一秒多耶 那你有沒有想要當隊長 如果 有榮幸當到隊長 我會不會很開心 我覺得 目前我們藍隊有一個 比較大的問題 大家好像都是 為了訓練 要訓練 因為我們這一隊 藍隊沒有體育背景出身 可能別人練籃球 都是都在練戰術 我們這一隊的男生 他們練籃球 是從頭籃跟上籃開始練 黃隊的參巨頭 對 一個是全中運 三面金牌的張家生 很可憐 一個是UBA 十六強於陳鮮 然後一個是體院的夏古堯 三個都是運動背景出身 然後再來是 為什麼黃隊恐怖 是因為黃隊一二三四五 只有六個男生 都會運動 在測試賽的時候 我所有的朋友 現在都在黃隊 紅尊嘛 歌舞肖胎 Zin 我們四個 在測試賽前 就每天連在一起 吃飯一起吃 運動一起運動 這樣 因為他們現在有點太強 那錢姐有畫人嗎 錢姐喔 很嚴格嗎 她真的是一個 看不出來 這麼溫柔溫暖的人 從來不罵人 她只在場上會 可能比較大聲的吼叫 罵人 可是鏡頭以外的錢姐 痴迷 鏡頭一關掉 後來就是要擁抱 然後我們很放鬆 說永遠是最安心的人 她很相信我們 所以我能理解 為什麼大家這麼愛情 痴迷 太溫暖了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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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